隨著冬季的來臨 芝加哥的移民安置問題亦嚴重 自去年以來超過2萬名移民抵達了芝加哥 其中超過3,000人在等待安置的過程中 居住在機場和警察局內 市長Brandon Johnson提議 設立冬季帳篷和增設收容所 以安置那些在警察局、機場和街頭 無處可去的移民 但志願者和一些市議員表示 應對措施進展緩慢、效率不高 但得數移民來自氣候較暖的地方 對於如何在荷蘭的冬季生存沒有經驗 為了應對這個問題 市政府正在進行荷蘭天氣救助工作 包括在夜間提供保暖巴士 同時市長亦向總統拜登寫喪 尋求更多聯邦資源 前後的記者編輯報導